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属下的六支纪律部队之一 可能跟其他纪律部队有不同 往往他们要执行任务的时候 会是一个很小的团队 去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 一个可能很多变数的环境 天气的变化 地形的变化 大风大雨 日头 夜晚黑 我们的飞机飞到出去就没得回头 在惊涛海浪之中实施海上救援 在熊熊山火上空进行紧急扑灭 在深夜海面执行夜间搜救 这些惊险震撼的场面并非电影桥段 而是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工作日常 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承担着包括救火 救援 运送病人 等各种特区政府飞行任务 同一般的民用版的直升机 它只是用来载下 不是救援 我们多了中间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选择有搜索的雷达 天气的雷达 有一个移动的地图 对于政府飞行服务队总监胡伟雄来说 飞机是他和队员们的办公场所 更是在空中作业时并肩作战的伙伴 救援工作不发精心动魄的场景 面对生死时速也皆是寻常 2022年7月2日凌晨 受抢台风鲜巴影响 位于香港西南300公里海域上险情突发 海上风电厂项目施工辅料船 辅警001轮 毛链断裂 走毛遇险 一场争分夺秒的救援就此展开 很恶劣的天气 视野很差 有些差到可能在有些时间是一至两公里左右 或者甚至只有五百米 当时其实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天气 而是在附近的风力发电场 那些风力发电场的风车 最高他们去到800尺那么多 它的叶的直径往往超过七八十米 然后超过一百个 就在那只船的附近 因为尤其是300公里 其实对于我们直升机航程 其实是去到差不多最尽的航程 第一只直升机 其实当时只剩下五分钟的油 那只船已经断开了 临走前都会引领第二架飞机 直升机下来 他们唯一看到就剩下三个船员 就是我们的空前人员 就是救最后一个直升机 一离开了那个船 整个浪就被盖了 未知的天气 地情 陌生的搜救环境 对于飞行服务队的队员来说 每次出任务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而在胡伟雄看来 其中最特殊的一次 发生在2008年 2008年上去民村 作为香港人能够帮到国家在一个泪难的时候 这是一个浪漫的经验 山去到比大婴山更高 几倍 里面的环境是我们不熟悉的环境 还有天气的问题 那次我第一个任务就是 就是说要载一些解放军的空降兵 去到山区那里 救一对在山区住的一对老夫妇 那我们都遇到一些惊险的事情 附近的电塔就倒塌了 那我们都看不到那些电线 那我们的飞机都差一点 就撞到那些电线那里 最终都有惊无险 就是救了那对夫妇出来 除救援工作外 为准确监测台风数据 飞行服务队还与香港天文台合作 派出装有气象数据量度系统的定义飞机 飞到风暴中心收集数据 用以天文监测和预警 扮演追风者的角色 扔一些仪器 一路由台风顶一路下降下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侦测到它的风速 风向 它的湿度 气压 不同不同的气象资料 在台风的上空 其实天气都很差 因为风速 我们那些乱流 那些扰流 令到飞机的控制是有很大困难 所以那个要求是很高 技术上的要求 和那个训练的要求是很高 勇闯风暴 上天入海 执行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勇气和毅力的挑战 更是对团队精神和专业能力的考验 2022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日 上午8点 维港值盼的金子金广场 隆重的升旗礼正在举行 当国歌的最后一个音符作响 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飞机队 以一支舰队列造型飞越维港上空 成为万千观众心中的经典一幕 执行此次空中护旗任务的 正是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 他们是要做到那个很高的精准度 因为我们要往往就是 那支在金字经广场 那支国旗升到最顶那一刻 前后不多个五秒钟 飞国旗那架飞机 就也都是要过到金字经 乘一直线 那飞的国旗是9.9米 乘6.6米 那才可以有一个很强大的气势 穿云破雾 薄熙长空 凭借精湛的飞行技术 这支投入服务将近30年的队伍 不仅为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提供安心和便利 更为身处险境中的人们 带去生的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得到